接着带您来看的是 西班牙马德里佛亲们 他们的最新课程 由经验丰富的师姐带领 进行菜肴的摆盘 他们从不熟悉刀具的使用 一直到慢慢来雕刻成型 端出了满意的作品 用刀子把片下的黄瓜加以雕刻 马德里佛光青年分团 在结束课业之余 办理菜肴摆盘课 由具丰富餐饮经验的师姐 李春艳亲自指导 为他们好好上课 那些刀具小心翼翼 青年们自己DIY把番茄 以及黄瓜雕刻成理想模样 专注当下一个个仔细摆盘 看是简单其实并不容易 摆盘看起来简单 其实它的程序很复杂 然后就是说你这个摆盘的话 你要去雕花这些的 你很需要耐心去做 然后要发挥自己特别多的想象力 不管你想做什么 你应该想到你可以雕得出来 自己会想办法去把它弄出来 把不起眼食材重新赋予新样貌 青年们欢喜学习端出满意成果 学佛不只是阅读经典 更是把活法运用在生活世事 不仅持续精进自我 又为心灵完成充电 一位市西班马德里综合报导